今天,我们想解释一个,ICT4这么多年来都挺难学得通透的概念,就是二进制表示法,这里有八个盒,现在我们要将每一个盒,顺序编一个不会重复的数字,如果我们用十进制,那就很简单,只需要由一开始,顺序编到八就OK,而且只需要一个数字,因为八是个位数,但是如果我们改用二进制,情况就有点不同, 顺名C2,二进制就是逢二进一,每个数字只有零同一两个选择,因为一出现二这个数,就要进位,是没有机会出现二这个字,所以,回回来看这八个盒,如果我们只用一个二进制数字,那就只能编到两个盒,就是零号,和一号,很明显,是不够用,但是如果加多一个数字在前面,因为这个数字本身都有零同一两个选择, 所以可以编到四个,就是零零号,零一号,一零号,和一一号,那如果我们又加多一个数字在前面,那就可以编到八个,就是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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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一一一一,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,每用多一个二进制数字,就可以做多一倍的编号, 现在我们发现,八个盒,是要用三个二进制数字去表达,即是要三个bit,三个binary digits,这里,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帮手,八,是刚刚等于二的三次方,八,即是那八个盒,二,就是二进制的基数,三,就是需要动用三个bit去整八个盒的编号出来, 如果到这里你都明白,那我们就来考核你,如果有十六个盒,那就需要动用几多个bit才够呢? 即是问,十六,是等于二的几多次方?而答案,就是四,即是用四个bit就够,因为二的四次方是等于十六 好,我们可以做个结论,凡亲有人问要用N个bit,去表达X样东西,我们就可以用以下的公式,X就是等于二的N次方 为了方便记忆,不如我们就帮这条公式改一个名,就叫它做The Power of the Beats 有了它,就可以化解DSE公开试的多条题目,例如2015年有一题MC是这样说,有一万个马拉松参赛者,每个参赛者有一个RFID社群识别标签,里面记住了每一个人独一无疑的编号 现在问个RFID标签,至少要几多个byte的储存量呢?这条问题,用回The Power of the Beats条公式来计,我们要想的是,X是几多?而N又是几多呢? 就留给大家想一想啦,好啦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啦,拜拜!